美国6000吨核潜艇想欺负俄罗斯万吨潜艇,却被俄罗斯潜艇直接撞被苏联军队向来以标哈著称, 向1987年挪威的反潜侦察机在苏联进行空中侦察,苏联一架苏27前往警告,但是挪威的军机对苏联军机的警告不以为然,仍旧滞留在苏联领空附件。 这时奉命监控的一架苏27突然从西基附下面高速通过,用锤直尾翼将挪威侦察机的发动机开弹破度,这次行动时苏到27在西方获得了空中手术刀的绰号,除了空军,苏联的海军也是十分大的,面对美军的挑衅依旧英勇无畏。 在苏联刚刚解体三个月后,俄罗斯实力大减,军队和许多武备被削减,这时美帝建俄罗斯,已经变得不像当年苏联那样具有威胁性,就想欺负一下俄罗斯海军。 1992年2月11日,美国洛杉矶级集攻击核潜艇巴特鲁日,耗尽悄悄地潜入俄罗斯科拉半岛军港入口,在这里美国核潜艇发现了俄罗斯的塞拉爱型攻击核潜艇K-276号并对其跟踪,在察觉到被跟踪后,俄罗斯的核潜艇立即回转方向,向美国核潜艇撞去。 这艘苏联产的核潜艇满载排水量1万吨,宽11.2米,长112.7米,湿水8.5米,威钛金属停体,而美军的核潜艇仅6000多吨,根本无法承受得了这个大个子一状。 结果,美国潜艇的耐压停体上,在俄罗斯潜艇状的严重损伤,再开,回去大修之后,也无法修复,最终提前退役。 这艘潜艇成为了第一艘退役的洛杉矶级潜艇。 而K-276号,尽管指挥台维克全毁,但耐压撬体却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害,在修复后重返北方舰队,并继续图一支军。 洛杉矶级潜艇除了潜艇相撞,苏联海军还派出军舰和美国人相撞。 那就是著名的我舰奉命撞击一舰。 1988年,美国巡洋舰约克城号和驱逐舰卡伦号强行驶入苏联海域,距离苏联军港塞瓦斯托波尔以南七海里的水域。 当时苏联海军立即派出克里瓦克、吉护卫舰、吴斯号和米尔卡号,进行严密监视和驱赶。 可以看出苏联军舰的弱小当时美军约克城号巡洋是9500吨的大军舰,而苏联的米尔卡号护卫舰才3000吨。 面对苏联人的警告美国人,不仅不在意,而且还发出嘲笑和藐视,还在船上给苏联军舰拍照。 而苏联海军为了军人的荣誉和国家的尊严,义无反顾冲向美军的军舰,以小舰撞大舰,撞坏了约克城号巡洋舰的尾部。 而尼尔卡号护卫舰舰手水线以上部分也严重受损。 回顾当年,我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无奈。 2001年4月1日上午,王伟奉命执行对飞法进入我国领空的美军用侦察机跟踪监视任务。 美军察机不仅多次无视中方发出的警告,还在飞行中突王伟烈士,然大转向,撞毁中国战机,致使飞行员,王伟失踪。 最后光荣牺牲,年仅33岁,国民之所以安享太平盛世,正是有了他们这样一群舍身为国的勇士。 即使敌人再强大,他们也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国家,因为他们的身后就是他们的家人。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